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大车搬买的分享节目 真的不知道是金酒银食的魔力 还是因为各省都推出了力度不同的这种自换补贴的政策 吸引大家去换车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自己大车搬买的客单量有明显提升 也可能是大家真的是聪明的 因为买车真的有分时间的 如果你真的想有更大的优惠 我之前都说过 在月底或者每个季度的最后的一个月 最后的时间肯定是优惠力度最大的 因为它完成业绩 那想想现在9月就是第三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了 很多销售的政策 优惠政策都会出来 所以9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卖出了不小的车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亚迪海鸥 我们最近都卖了4台 还有小鹏的Xio 大众的ID4 凯美瑞最新款 还有起源Q05 本田奥德赛 都是我们最近一个星期成交的一些车型 肯定是有消费者对过价格有优势财亏在我们这边成交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车帮买 看看我们那些特惠车有没有你们合适的 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了解到一些市场的行情 第一个大众ID4 最近也有成交过 而且最近在车问上面 顶多问我15万要买纯电车 能买到什么车呢 尤其买SUV好像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银河E5 还有原PUS 原POW 这些车型 有没有大一点的选择 我想一下自主好像真的没有 但是合资ID4好像可以 而且具体一算真的可以 而且是193,900的那个纯响限量版的ID4 Corsa 现在全款落地价我们能做到13万5搞定 落地价13万5是不是很吸引而且还是全款 而且这台车的配置也不算是很灾的 该有的一些什么倒车雷达倒车影像 ACC甚至Auto Hold 19寸轮鼓都是有的 只是电池会少一点 这台油门版电池只有66度电 续航可能只有400多公里 那就比高配的80几度电明显会少一点 这种ID4入门版可能就更适合市区代步去用了 可能不是你唯一的车 也不是你用来跑长途的车要搞清楚 但是如果真的15万要买一台代步用的 日常上班用的纯电车 ID4的行驶品质还是挺过瓜的 只是4等块上面就不要想 要智能块好的话还是买国产自主的版 下一台丰田雷林的双情版车型 之前提到过 现在丰田雷林的优惠很大的 如果是纯油版的话 8万多就能搞定落地了 那双情版呢 现在我们问到啊 原价139,800的豪垮版车型 现在全款就全款 优惠都去到52,000 也就是99,000已经可以包牌落地了 包税包保险落地搞定 99,000就可以开车走人了 而且是一些24款的新车来的 直视白色要加2,000要注意清楚啊 对应那些喜欢和制品牌 觉得丰田的捆动特别靠谱的朋友呢 现在99,000买到丰田的双情捆动的雷林 这个车型是不是大不生气啊 下一台小盆的X9 在纯电的MPV车型 那这台因为是直营车的关系呢 其实是会走我们大车福利的渠道的 也就是在我们这边下单买小盆的X9呢 是不用服务费的 还可以我们给福利给大家 所以最近我们也有成交啊 具体什么福利呢 在我们这边帮你去下单买小盆X9的话呢 是可以得到大家车 车模送出的这个3800的全套 车窗模全套给到大家 也就是你买这个车 不用后续再给钱去添模了 直接我们这边可以送给大家 如果是喜欢这台车的话 又喜欢我们的车窗模的话 我们这边下单一次过搞定 你想想MPV这么大的车 这么多的窗 这个成本也不低的 各位可以关注啊 记住啊 如果要我们帮你买小盆X9的话呢 是进入大家车购车福利的这个栏目啊 就在我们的大车小程序 最底的位置 直接啊领福利 就可以进到这个大车购车福利里面了 接下来回答粉丝留言里面的一些问题啊 那这个呢 是想问23款的博越库 吉利博越库1.5T的 智慧版车型行情怎么样呢 那现在呢 我们问到啊 23款的博越库1.5T呢 指导价11万5800的 然后呢 现在全款的优惠可以去到25000 也就是落地价包这个购计税 包保险之类的 103000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关键是购置税啊 我们算了一下也要8000块的水平呢 所以购置税 比较贵一点呢 因为是蓝牌车型 1.5T加双离合嘛 其实我可以推荐你呢 看一下同样是吉利的 这个价位的SUV啊 绿牌的银河L7啊 是个绿牌的车型 最低配呢 其实11万多 优惠也有1万多 其实落地价就是车价加个保险 也就是11万89这样的水平呢 入门版就贵个1万多 但是它的尺寸更加大一点啊 同时也是个捆动的车 就算是用纯油开 按流它的低速的这种质感 它的这个捆动的这个动力水平呢 应该是比1.5T加双离合的体验 更好一点的 也可以留意一下 就看看你当地呢 就这个绿牌的政策怎么样 或者你有没有指标 如果是有绿牌的这种政策优惠 或者你有车质矿的话呢 你现在买个新人员呢 应该是这种补贴更多一点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银河的L7啊 好这期搭车帮忙的分享节目就到这里啊 现在呢 9月中生9月底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 买车的好时机啊 尤其是买油车的朋友看看 最近那些油车的行情 或者油车新车的定价呢 都比较有诚意 甚至啊 以前觉得有点高攀不起的动力 现在 亲民了很多 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 不单只是 我们的很多新车出来呢 都是挺有吸引力的 不当然啊 如果你们需要买车 需要报价 需要我们帮你服务呢 非常的宽营 我们大车帮忙的服务呢 等着各位去使用啊 记得在大车的小程序里面呢 点购车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服务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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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